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情报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调查指出展望第二季景气 资方比劳房更乐观 防堵习产地 经济部上修罚还最高300万元 世界区块链高峰会首度来台 宅经济行四成上班族 用过外送APP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台股市场 台股早盘在股王大力光 以及红海同步上梁下 开出红盘 不过受到卖压出笼影响 指数开高震荡走低 富邦金 博泰金 以及台速四宝表现疲弱 下探10788点 分析师指出了 台股目前位阶相对偏高 卖压明显出笼 加上亚洲股市没有明显表现 大盘上攻面临一定的难度 不过如果美中贸易战释放 正面讯息指数还有转强的机会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中国企业间谍案在天一桩 成就最大晶片 围影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被在其美国子公司研发部门 任职的六名中国籍高阶员工 窃取技术机密 并泄露给与中共政府 有关的一家中资企业 造成该公司损失达数亿美元 荷兰媒体报道 这家中企的中国母公司 东方晶元为电子 与中共科学科技部门 有密切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 谷泽满轰11日警告 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速度 大于预期 将会是全球经济成长的 主要风险 苹果次日宣布 使用绿色能源生产的 供应商数量增加近乎一倍 到34家 海厂在新增名单约占一半 其中两家为iPhone 组装和制造内核处理器晶片的 富士康和台积电 全球最大的轿车平台Uber 已经在美股周四盘后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申请 文件中显示 去年营收112.7亿美元 净收为9.97亿美元 调整后的税息折旧 及摊销前利润亏损18亿美元 过去三年的营业亏损 总计超过100亿美元 而Uber也在文件中示警 预计未来营运支出会显著增加 可能无法实现盈利 新唐人亚海BH给你报道 好 台湾科技被世界看见 现在连全球素食连锁 台湾也抢第一 我们来看到台湾麦当劳 昨天宣布了 为了响应环保署减速政策 从今天开始将逐步推动 冷饮直接喝 6月底前 全台门市将不再提供塑胶吸管 而这也是台湾麦当劳 率先全球推动的环保活动 轻松打开杯盖上的饮用口 冷饮就可以直接就口喝 素食业者推出新型杯盖 取代旧有必须使用吸管的杯盖 除了降低16%的塑料使用 更加友善环境 也减少了制造运输吸管的资源成本 真正希望做到的不只是让吸管少用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透过冷饮直接喝 来改变消费的行为 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新型杯盖的部分 冷饮直接喝的一个推广 目前台湾麦当劳是第一个 率先全球推出新型杯盖 业者表示 环境保护和生态永续 是全世界关切的热门议题 各大企业无法置身室外 接下来将主部带换酒杯盖 全部的餐厅预计在6月底前会全面实施 并不再提供塑胶吸管 对于有吸管需求的消费者 将会用止吸管代替 素食业也好 或者是我们现在准备要规范的 像工部门啊 像学校啊 像百货公司等等 一起来响应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想对我们台湾在海洋生态的保护上面 我们尽一份心力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而其他素食业者也都有环保行动 像是台湾比较常见的 肯德基 汉堡王 摩斯汉堡 都有推出自备环保杯 集点换饮料的活动 环保署副署长沈志修表示 当大家逐渐习惯不使用吸管的时候 就是全面推动 尽用塑胶吸管的最好时候 新唐年孩电视正一号 王立峰 台湾台北报道 好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联准会会议记录显示 多数官员赞成年底前维持币律不变 金融时报 乌尔玛全面改装500家分店 期望带动线上消费者回流实体店面 欢迎日报 迪士尼瞄准下一个挑战目标 复制Netflix领英成功模式 日本经济新闻金融庭调查 地方银行无保证融资对中小事业成绩其效果 好 再一看到全球朝向节能减碳目标前进 台湾政府也积极推动 由台湾团队自主研发 全台首创远距离的无线联动LED灯 不用通过手机也不需要智慧装置操作 LED灯就能够自动侦测 借由联动的方式点亮前方的每一盏灯 一进到家门 灯就自动亮了起来 透过无线联动功能让前方的灯 每一盏都会自动打开 就算是走过昏暗的楼梯转角 灯具也能提前感应有人经过 而联动的秘密就在这些小小的无线通讯 增加了无线通讯的模组在里面 当然也带有对人的活动的感测器在里面 所以当侦测到有人的活动或是车子的活动之后 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无线的模组 让整片的灯光能够一起预亮 像看到这样他会接受我的指令 让他开始闪烁 基于无线自通讯多年经验 台湾团队早在2009年就投入物联网 潮智慧家庭发展 将无线联动预亮概念延续到智慧程式 并成功运用在台北市公营停车场 只要任何一盏灯被触发 同时唤醒周边约30公尺所有灯光 相较传统光源 至少有70%以上的节电效益 设计初衷更适从安全和节能考量 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的系统会在我们自己的系统 同样类型的灯具之间 我们会自动形成一个连结 所以并不需要做任何的特殊的设定 就可以达到节电的成果 到底有多节能 以双北台中及高雄公营停车场举例 加起来约有798厂 如果更换这套系统 一年节省约7000万度电 将当全台太阳光电发电总量4.7% 一度电3块钱换算下来 省掉超过2亿元 如果说我们能把所有的这些辛苦产生的这些电力 能够在最大的情况下能够节约下来 不让它浪费掉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能可以让我们现在的整个 整体的用电的吃紧的状况获得缓解 节能从源头开始 台湾团队自主研发专利无线联动节电系统 为绿色节能生活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新唐人雅的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新主报道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7月15号AIC纪念台美关系法 40周年内湖新冠举办酒会 4月16号AI与台湾产业转型升级论坛 4月17号33会4月份例会 4月18号台积电法说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律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